你想要回到你的男人的主婦? 保密到家 今年3月才对浮选行程保密到家 这位丈夫造势遇刺 好久不见的前第一夫人梅兰尼亚 终于打破沉默 梅兰尼亚在X平台上装贴公开信 不只斥责枪手势怪物 还说目睹暴力子弹击中川普时 他和儿子的生活处于毁灭性变化边缘 但同时也感谢特勤人员和执法人员 冒着神秘危险保护川普 自理行间透露出身为妻子的不舍和爱意 然而过去川普选总统 梅兰尼亚总是随时在旁 但今年丈夫再一次投入选战 他却刻意减少公众场合 避免和川普同框 也曾有消息指出 其实梅兰尼亚对于如何呈现自己 非常挑剔讲究 加上川普卸任后 多次传出两人早已冒合神离 但随时选战迈入倒数四个月 川普又遭遇暗杀未遂 就算夫妻两台面上再怎么不合 为了顾全大局 梅兰尼亚还是以夫人形象 全面力挺丈夫 川普抵达威州的米尔瓦基 面对镜头不忘握拳振臂 完全不像刚经历暗杀未遂 回国白宫之路 似乎谁都挡不住 从性感女星的风口废案 到国会暴动 各种官司缠身 全都摆不平川普 连子弹都拿他没辙 还原枪击前一分钟 川普转头看右侧的统计图表 告诉观众 非法移民的数量 在拜登领导时急速增加 川普的竞选顾问透露 就是因为歪头 让他逃过死结 差点被子弹爆头 一切似乎都在印证 川普五年前的这句话 真的把自己当耶稣 清点的天选之人吗 过去川普还曾在这样的海报上 留下亲笔签名 川普也透露脸不见血 还在台上正臂高呼的原因 英雄式画面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川普历节归来 成了部分网友心中的超级英雄 根据预测网站Polymarket的资料 袭击事件发生后 川普赢得2024总统选举的几率 从60%大幅上升至70% 全美一片红通通 共和党全代会将于台湾时间 周二凌晨12点50分登场 只是维安没有因为枪击 拉高警戒 川普富商仍要出席 除了接受党内正式提名选总统 也是团结国家的最好机会 有了子弹加持 川普重返白宫预料更加顺遂 美国前总统川普早时变调 枪手行刺引发混乱 千军依法之际 现场募集民众直指 其实早就发现枪手埋伏 积极民众紧急通报 发现可疑枪手 不料尽措施反制先机 第一时间警察似乎没配枪 爬上屋顶反遭枪口逼退 特勤人员似乎反应慢半拍 导致枪手有机可乘 危安漏洞立刻遭抨击 从事前的清查伪安工作到突发当下 SOP似乎乱了套 美美花接日报狠批 这是特勤局数十年来最严重失职 FBI已展开调查 尤其露天活动格外具挑战性 随着美选白热化 恐怕也让维安工作更添难度 超川普枪击 爬在屋顶上的枪手火速遭到击毙 年仅二十岁的库尔克斯 拿着父亲的枪支犯案震惊全美 执法单位发现枪手当时身穿的灰色T恤 来自积极涌枪的枪支YouTuber 贩售的周边商品 在电商平台售价29.95美元 大约980元台币 他的频道Demolation Ranch 以介绍各类型枪支文明 拥有一千一百六十万订阅者 这名枪支网红甚至被媒体追问 是否和枪手交谈过 让他直呼搞什么鬼 但更令人傻眼的是 枪手被起底竟是数学资优声 经常受到排挤霸凌 也曾想加入校内设计俱乐部 却因技术不佳被拒绝 他比较独占 他比较静 但他比较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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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 2022年毕业于伯特利公园高中 枪手接受毕业证书影片在网络疯传 没想到短短两年就误入歧途 令师长相当压抑 库鲁克斯是共和党端记选民 但曾在2021年捐赠15美元 约合500元台币给亲民主党团体 毕业后在住家附近留养中心 担任饮食工作助理 留养中心也对消息感到难以置信 当局除了在枪手车内和住处 查获爆裂物 FBI也正在破解枪手手机内容 目前掌握超过2600条线索 但未查到枪手有精神疾患病史 或犯罪前科 指出是孤朗式犯案 而行凶动机仍有待厘清 看来上一片慌乱 因为有人重担身亡 听到枪响第一时间 就用肉身保护妻女 50岁一宵 扣立康佩拉托尔 没想到自己命丧枪口 成为川普枪击案 唯一罹难者 并州州长称赞他为英雄 更下令州政府降半旗哀悼致敬 同袍家人都很不舍 康佩拉托尔不仅是优异的消防员 也是疼爱女儿的好爸爸 事后女儿爱丽森 在社群媒体感性发文 事发当下人在造势活动现场的医师 也透露还原 惊心动魄的抢救过程 遗憾的是为时已晚 川普竞选团队火速发起募款 帮助枪击事件中的受害者和家属 不到一天就集资200万美元 至今累计破350万美元 另一个支持死者女儿的活动 也涌入大笔捐款 英勇的丈夫和父亲 用别人事令人鼻酸 留下无限追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